在由于飞轮呢 它具有储存能量的这样作用 所以在工程中呢 其实有很多的第一应用 现在我们看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 用飞轮呢 能够储存 作用在这个 来进行调塑以外呢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的功用 在这儿要注意 这个呢 我们看这是一个冲压机 冲床 同学们可能都是冲床的 可能有的见过这个冲床以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 你看电机出来以后 是一个这个三 就是四 下来这个三 这个轮子带轮 带轮呢 一般尺寸很大 轮源也很厚 其实这里边这个带轮呢 就相当地用了这个 用了这个 实际上是个飞轮 那我们说这个飞轮如果很大的话 实际上调节机械的速度波动的 程度就很小 但是它要求就很小 但实际上我们说冲床的 我们通过前面这个许用值 可以看出的话 要求最低的就是 就是碎石机 下来就是冲床 那为什么在这儿呢 除了它有调速 更重要的在这儿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作用呢 它是利用它储存能量来 来进行什么呢 减小 就是电机的功率 来克服呢 这个冲床的尖锋载荷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冲床的工作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运动周期内啊 它的足抗力的 需要足抗力的作用啊 主要的这个工作阻力啊 是在某一个瞬间 或者某一个小段的时间内 而大量的时间呢 都是克服这个机构的运动的这个摩擦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它的特性呢 就是在冲压这一段时间内呢 它是尖锋载荷 非常高的 那么这时候在其他时间呢 这个所需要的力呢 或者力矩呢 非常小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电动机发出的力呢 那这时候呢 你怎么去选择这个电动机呢 你如果要是完全按照力的话 你必须要选择电动 这个输出的这个力啊 要克服这个最大力 那么这样选出来这个电动机呢 功率非常大 而且在非工作时间啊 空载的时候呢 你这个动力就没有利用啊 所以造成浪费 那么怎么来减小这个电机呢 来克服呢 那就是要安装的飞轮 所以在这儿这个飞轮的作用呢 更主要是帮助呢 克服最大的尖锋工作载荷 那么也就是在其他时间呢 我飞轮把多余能量储存起来 那么等到这个出现冲压 这一瞬间尖锋载荷的 这个力突然增加啊 那么这时候呢 克服这个力 这时候达到一个冲压的目的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设计呢 实际上就在 只要按照一个周期内 驱动工等于阻抗工来进行设计 那这时候可以使这个 呃 我们知道阻抗力围成面积的 可能下来就很小 这时候呢 再把它除一个这个周期 这时候得到驱动力一般都很小 你按这个来进行选择电机的话 电机的功率尺寸可以大大下降 啊 所以这是我们说这个飞轮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在机械中 再一个呢 就飞轮的储存能量 它可以提供一些动力啊 比如像惯性的玩具车 我们同学可能玩过这个惯性车的话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车呢 给它先给加速啊 实际上加速呢 里边有个增速器 这个增速器把轮子的通过摩擦 产生转动 给它增速 使个能量 有一个小飞轮 然后把这个能量呢 储存起来啊 因为了减轻重量 我们肯定是要把 这个飞轮要装在高速轴上 所以要必须要有个增速 这时候呢 使它能量在摩地面的时候 我们推的时候 把这个能量呢 储存起来 等你把这个手放在地面上 手一释放以后 它自动就往前跑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利用飞轮 储存能量来设计 再一个 还有呢 比如像手表 驮飞轮的这个手表 它利用这个飞轮来提供动力 提供这个动力 来使这个指针呢 提供它的一些能源 另外呢 我们说现在这个 特别是这个 现在汽车呢 我们说现在要往 往环保方向走 环保方向走的话 那现在有这样几个途径 一种呢 现在是发展电力机车 再一个呢 还有发展 比如像 清洁能源 比如啊 天然气啊 或者还有这个 特别氢气 现在还有国际上 现在还有人有氢气 但是氢气 作为燃料的话 有一个问题 就氢气呢 它容易爆炸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最后呢 还有一种用什么了 就是用飞轮 飞轮呢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 飞轮由于它可以储存 机械能 那我们把这个 通过电机 把电能转化成机械能以后呢 然后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电能呢 再把机械能给它转化成 这个机械的这个电能 把它释放 那么像这样的 就可以做成一个的 这个飞轮的这个电池 这个呢 就是一个飞轮电池的模型 那么下面这个飞轮 这是一个圆盘 这个飞轮 那么飞轮呢 给它安装了一个 这个电机 这个电机呢 就是你通电的时候 它是个电动机 等你运动的时候 它取电的时候 又可以变成个发电机 所以连在一起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一个在轴承上的这个支撑啊 这个要支撑 这个摩擦要减小啊 那我们可以做成磁悬浮的啊 像这时候摩擦 可以变得非常小的 损失就变小了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空气的阻力啊 包括它的 还有一个旋转的时候的安全性 那就必须把它封闭起来 而且给它抽真空啊 在真空环境下 这是没有空气阻力的话 那这时候呢 它的效率就变得很高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呢 进行加速啊 就是通电以后呢 这电动机的这个转动啊 就是飞轮把能量把它储存起来 等到 然后把这个再取出来以后呢 放到这个汽车上 我们再用它来发电 带动这个汽车 那么这种飞轮呢 现在我们知道啊 就是 现在这个飞轮电池呢 如果我们用储存能量啊 可以它可以呢 在比如600亿 储存能量可以供汽车呢 一般的这个小轿车 这个汽车啊 可以达到600公里的行驶 假如一个小时 100公里的话 就可以维持6小时的 但这时候呢 飞轮的转速呢 是相当高的 可能每分钟 要在20多万转 那么这时候呢 可能这个 由于这个离心力过大 可能你的材料 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 可能会 说不定就 这个材料本身 就有离心力 做超过它的 这个徐印力 它就可以飞出来了 这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对这个材料要求很高 那么现在的这个 这个实际上 我们现在已经 国际上已经出现的 这个飞轮的 你看 这个边上带缺口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飞轮 这里边还有电机 这是它结构 那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为什么把这个飞轮 不是做成我们普通 这个飞轮的这个结构形式呢 而是像坐着这样缺口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 它的高转速性啊 已经它形成了 挠性的一个圆盘 圆盘 这个圆盘的时候呢 我们对它正行分析的话 我们看 这个呢 属于六界正行模态 那么这时候 你看红的这部分呢 就硬力已经出现了超线 如果你这部分 你不把它挖掉的话 这个就可能由于破坏 由于超过它徐用值 它就会飞离 就会出危险 所以这个结构上就要求 根据它的转速的这个状态 你必须要把这部分把它去掉 但这个和转速的不同啊 那这个结构形式是必要的 那么这个我们就是 这个飞轮电池的特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用太阳能 然后把这个能量呢 储存起来 然后供汽车或者其他来使用 现在像美国呢 它已经把这个飞轮电池 做成一个储存电站 用这个柜子的电站 然后把这个电能 储存的变成机械能 机械能然后再把这电能的 储存起来 所以这个呢也是 已经据说是在 阿富汗战争里边 已经用到这个 那么这是一个特点 再一个呢就是 我们知道 现在还有新型的能源 比如说太阳能啊 风能啊 和这个潮汐的这些能 但这些能呢 往往随着天气的这种变化 气候的环境的这种变化 它属于间线性的 比如像太阳能的 白天有晚上就没有 但是我们用电呢 往往希望是一个 持续的连续的 那这是我如何来解决问题的 就是把太阳能的 白天太阳能怎么储存起来 保证晚上用 所以储存能的 这是一个很大问题 国际要在研究 当然有的人提出了 就是我把这个电能啊 把水泵 把水打到一个水库里 把它水位提高 然后再用水呢 再反过来再发电 但这种效率比较低 其实用这个 机械的这种能量 其实效率高 那么对于这个飞轮 来调作为这个 电能的间线能量 这种调节器 就平衡器 那这时候可以 比如发电级的这个 我们发电级太阳能板的 这个形成这种阵列 然后经过整流以后呢 我们再变成了一种 能够驱动电机运转的这个 然后用飞轮的储存系统呢 进行储存起来 然后在需要的时候 再用逆变器 把这个电呢 再通过机械能 再转化成电能的 再把它取出来 然后供负载 或者电网来使用 所以这个太阳能呢 现在最大 分能啊 这些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能量怎么储存 那么现在的解决办法 很多是病亡 那除了能储存的话 那这个问题呢 就可能能源的问题啊 就有很大的这个改善 那么以上呢 我们对飞轮的这个 做一个扩展性的这个了解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创新社会 所以我们的这个思路要开阔 这对学生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呢 是很有用的 所以我们在这做一个扩展性的介绍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就讲到这 我们下次呢 再见